你整个舞台感觉很从容 很帅 他变那个高 哇 吓死我 美食之后回忆 太帅了 太帅了 帅了 让我最吃惊的是路易哥的高音 天哪 好顶 好高 他那首歌一出来 简直就是我实际上跟你说飞起 Jeff他的表现力是非常丰富的 他不光只有唱的部分 他同时也有吉他的呈现 他的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 也非常的稳 弹壳和瘦子稳定地发挥 然后默默地付出 帮路易哥去设计那段说唱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胆的决定 我们是百变战车 我是路易 我是罗建峰 好 大家好 我是瘦子 一手 大家好 我是弹壳 今天舞台的主题叫做再出发 有怎样的对于主题的理解要表达给大家呢 再出发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 确实有很多东西没有去尝试 没有学习 所以这次呢就尝试了一下说唱 所以这个我非常感谢瘦子和弹壳 因为他们真的很帮我 而且把他们身上最闪亮的说唱部分都让给了我 谢谢 不敢当不让 然后他也是很认真的练习 我们真的都被感动到 然后最后完成这个表演 我觉得今天 我觉得大家真的都很开心 真的 在活力之投送之前 他们四位此刻正在向荣耀席位发起挑战 所以你们四位有什么狠话要对他们说 你们的狠话说得再狠 也没有赢的可能 你们的舞台就算再稳 最后赢的还是我们 还是我们 B5 直接点题 没在怕的 对不对 问一下对面的哥哥们 你们给自己的信心打多少分 我们给自己打的是 梦醒10分 小鸣 小鸣 我们 做梦去吧 只有排名超过目前第一的飘移部落 他们才有机会入座荣耀席位 才能全员安全 并且拿下MVP的席位 而一旦落败 则全员面临离开的危险 那究竟他们能不能拿下荣耀席位 60秒倒计时 现在开始 是 我说投票 你说0-2 投票 0-2 投票 0-2 投票 0-2 冲击了部落 我们只会公布排名 今天表演全部结束之后 为各位哥哥们揭晓火力值得分情况 他们的火力值如果超过了836的话 他们才可以替位成功 登上荣耀席位 紧张的时刻来了 现在为大家揭晓结果 请看大屏幕 这就是我说的 这就是我说的 抢位成功 战略第一 而飘移部落目前排名第二 意味着没时间后悔部落 超过了836火力值 请没时间后悔部落的哥哥们 替换飘移部落 入座荣耀席位 没时间后悔部落全员安全 而同时飘移部落全员危险 他们的飘移本身就完全暴力 然后战胜的时候就觉得很高兴 我们这首歌完完全全是靠我们四个人的感染力 和一些灯光的家族 跟观众去互动去交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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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这个有点反转啊 这句子啊 你给我 你给我 上来就把种子给干掉了 谢谢 谢谢 谢谢